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 你们是不是孩子自己带还是给人家带呢 我这集其实发到一个很特别的题目叫做 如果孩子给保姆带 然后当要把孩子带回家的时候 孩子就一直哭闹 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要分两个层次来回答这个问题吧 第一个是你会觉得困扰是因为 孩子跟保姆或是他的另外照顾者 情感似乎比你自己的感情更亲密吗 而是你在这个事情上觉得心理上有一点 不舒服或不愉快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要说 孩子的本能就是这样啊 谁带他 谁疼他 他自然就跟谁亲近 那如果其实你自己非常的忙碌 没有时间陪小孩 然后孩子送给保姆带 送给其他人带 然后孩子跟那个保姆有更亲密 更紧密的情感 这个其实是很自然的事情 也许你要想的是 你很庆幸你找到了一个保姆 可以这样子好好照顾你的孩子 让孩子是这样子的 愿意跟他亲近 也许你在心态上要做一些调整 但是如果你真的很介意这件事情 那我就要说 那是不是你在照顾孩子的安排 这件事情上 你要做一个重新的思考呢 如果你真的这么介意的话 我知道现在的父母非常的忙碌 然后有自己的工作事业 所以可能会觉得说 孩子生下来只要有人带 照顾的还算可以 也就好了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难 我很难跟你说哪一个对哪一个错 不过就是 你自己可能要重新去思考一下 取舍一下 你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 我自己观察到很多的现象 那可能是我个人的价值观 也许跟你不完全一致 但是我跟你分享 就是我看到现在很多的父母呢 孩子生的就那么一个两个 然后生下来之后呢 可能坐满月子之后 孩子就送给保姆去带了 或是送给拓婴中心去带了 然后父母到了下午 晚上下班七八点匆匆忙忙 才去把孩子带回家 好 那孩子在拓婴中心长长长 长到两三岁之后呢 就赶快送到幼幼班去 孩子真的是包着尿布 然后就真的送到幼儿园去 很多自理能力都还没有建立起来 然后到了幼儿园 因为还很小 跟其他孩子群居 很容易就感染 所以孩子是经常地在生病 但是因为要上班没办法 孩子就送去幼幼班 送去给人家照顾 好 然后幼幼班读完了之后 接得上幼儿园 幼儿园还不能四点放学 他还要参加课后留言 因为父母下班没那么早 好 课后留言之后 好不容易有一天 他上了小学 他小学第一年级是半天课 孩子也不能回家 因为下午爸爸妈妈也不在 他可能还要送去安清班 然后等到好不容易 孩子再大一点 国小白天上课 晚上上安清班 到了国中呢 他去上学 上学他也不能够回家 他接着还要去补习班 然后时间呢 一晃眼孩子就长大了 那我有时候就很好奇 那这样子我们养孩子 到底是在干什么呢 就是说你把孩子生下来之后 从这么小到这么大的 这个时光 你到底陪伴了他多少的时间 所有的时间 他都在外人的手中 转来转去 不敢说他颠沛流离 辗转流离 但是我觉得他跟父母 亲近的时光 是不是真的太少了 那如果在这个过程中 你发现孩子跟你 没有那么亲近 你不遗憾吗 你对孩子的陪伴 这么少不可惜吗 那这样我们养孩子 到底是为了什么 要把他生下来 然后花钱让人家账顾 然后有一天他就长大了 那这样为人父母 到底是在做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你可以 再去思考的 那如果说你经过考虑 真的觉得是 我就是要选择这样子的方式 那我觉得当孩子跟其他人 比你更亲近的时候 你要懂得释怀 因为这就是选择 因为孩子跟别人 在一起时间比较久 而且显然他得到了 还不错的照顾 那这就没有办法 那如果你觉得不OK 你是不是试着 去做一些调整 如果你在乎的话 那另外一个层次就是说 也许这个问题 他想要问的 另外一个层次说 为什么我今天把孩子 送去保姆家 我放学要把他接回来的时候 孩子是哭闹的 而不是高高兴兴的 迎向父母 那这个东西 我想也许 我个人会觉得 这其实是一个 比较不寻常的状况 常见的状况是 孩子早上其实 不是那么愿意去保姆家 那次就是被送去了 那放学等到 你可以去接他的时候 孩子通常看到父母 应该要是高兴的 那如果说孩子 真的看到父母 是哭闹的 不愿意回家 紧挨着保姆 不肯回家 我可能就要请你 做一个事情 就是你去检视一下 当你把孩子带回家之后 一直到孩子睡着 睡着了这段时间 你们都在做什么事情 那在这段时间 做的事情里面 有没有哪一些事情 是引发冲突的 或是很不愉快的呢 因为通常孩子 情感上还是会 想要跟父母在一起 是不是他回到家之后 他会遭遇什么 让他冲突的挫折 或不愉快的情境 以至于他不想要回家 或是不敢回家 我觉得父母 可以稍微想一下 因为常见的状况是 如果父母太长期的 不是自己照顾孩子 是不是你照顾孩子的方式 让孩子觉得很不舒服 还是你回家之后 你就很希望孩子 做某一些 你认为他应该做的事 比如说你认为 保姆没有办法 陪孩子学英文 所以你这个高教育程度的父母 要来陪孩子练习英文 还是你要让他学钢琴 还是你要他做什么事情 而当中是有冲突有挣扎 是引发孩子恐惧跟压力的 我想应该不至于 晚上回到家的时光 整段都是不愉快的 有没有哪一些事件 反复在引发孩子 回家的恐惧跟不愿意 你去解释一下 第一个是什么事情 然后这个事情可不可以改善 好 那这个你一定要去调整 如果陪孩子的时间 已经这么少了 然后孩子看到父母 是恐惧害怕的 那我想这样真的是很不理想 就是你可以再 再稍微做一点思考跟调整 然后另外我想父母可以想一下 自己的职责是什么 然后还有是 你对亲子关系的期待是什么 你期待你跟你孩子 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是自在的 轻松的 愉快的 温暖的 那个东西你觉得重不重要 你要不要给孩子 一个这样子的童年 一个这样的父母 还是说我的孩子 我只要他得到好的照顾 然后他一定要学到什么程度 我只要让他非常优秀 出类拔萃 我不在乎情感这个东西 我不敢控制你的对错 但是我其实遇到很多父母是 我就生这个一个 我无论如何要把他栽培成 我能够做到了最优秀的孩子 所以孩子的时间塞得非常的满 他白天去上学 也许去保姆家 去安清班 回到家还要从事父母 给他的高强度的学习 孩子是非常的疲累的 然后当孩子达不到父母的要求的时候 父母的失望挫折跟遗憾 是那样子的强烈 甚至父母会用比较强硬的手段 去指责孩子 或者是要求孩子 或是甚至有一些比较严厉的手段 对孩子来说 当父母不再是他一个温暖的依靠 当回家不再是一个值得期待的 终于可以放松了 回到自己喜欢的家的 那个感受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这么小的孩子 整个成长过程是 多么大的压力 所以再回过头来 如果今天的问题是 孩子宁可跟别人在一起 不要跟我在一起 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是紧张压力 到甚至要哭闹 可能真的想一下 问题出在哪边 我自己一点小小的分享 我觉得亲子关系 是人生很珍贵的一个关系 希望有一天孩子长大之后 回想起你 是充满着美好的回忆 愉快的温暖的 成为他一生最美好的记忆 成为他心中的安全堡垒 成为他一生支撑的这样的关系 而不是回想起父母 又爱又恨又恐惧又失落 如果可以给孩子一个 温暖的愉快的亲密的童年 这个东西也许对他的人格 对他一生的发展 其实是更好的 好 那希望从 面对孩子哭闹到 跟孩子的相处到你 整个亲子关系的重振 都能够有一个重新的思考 那希望你 让孩子享受家庭 享受父母的过程中 你也享受跟孩子 在一起的时光 也享受为人父母的喜悦 好 那希望你喜欢这样的分享 Salahi